四年一度的绿一盛宴将从莫斯科鲁日尼基球场开始点燃 同样被分到了世界杯A组的东道主俄罗斯 将会在本届球赛的第一场赛事迎战沙地阿拉伯 在国际足联最新公布的世界排名中 沙地排在第67位 而俄罗斯更从原本的第66名滑落到第70 两队承包了32强最后两席 因此本场比赛也被戏称为史上最弱世界杯揭幕战 东道主俄罗斯因为坐拥主场 再加上有名球员阿金费耶夫以及扎哥耶夫助阵 看起来更占优势被看好能够冲破重围 目前处在最后备战阶段的俄罗斯队全力专注训练 希望能以这家状态参加首战 然而缺习了过去两届世界杯的沙地阿拉伯 也不愿做代载羔羊 在阿根廷教练祖安比斯的监督下 球队在圣彼得堡泽尼特体育场加紧训练 地球结束24年不胜记录重现辉煌 与此同时世界杯魏冕冠军德国 星期二在大批媒体的注视中抵达俄罗斯 这支夺冠大热门被分到有瑞典韩国和墨西哥的F组 面对实力不算特别通出的瑞典和墨西哥 还有球风顽强的太极虎 德国坦克都显得容赠有余 德国队将会在18号举行的第一场小组赛中迎战墨西哥 在锦罗密鼓的备战当中 另一支夺冠热门法国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前锋姆巴佩在星期二的训练过程中和后卫拉比在一次接触中不胜受伤 倒地不起的他被迫提前离场 据了解姆巴佩的受伤部位是左脚脚踝 索性经过紧急治疗后确定伤势无碍 能够赶上小组赛首战虚惊一场 姆巴佩退场但训练还在继续 前锋格里兹曼在一片欢呼声中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调设 他随后在继续会上被问到下赛季会否加盟巴萨时表示 已经做了最后决定但暂时不会公布 强调目前最重要的是专注世界杯赛 我认为第一赛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集团 我当时在约翼上是同样的 我们再次进入到八战 我更感到信心 但我认为第一赛是非常重要的 世界排名第五 被分到西组的法国 小组赛首战将会对垒澳洲 同组的还有丹麦河必须 我认为第一赛是最重要的 我认为第一赛是最重要的